第1626集 这关怎么过 喂猫 喂猫 猫吃得开心了 你就可以走了 喂猫 喂你 凭什么 你喂我差不多 三猫委屈 可是规则就是这样的呀 天狗一爪子将三猫拍飞 月身上了楼顶 四处张望了一下 那婆娘 出来 七年你敢对本王下毒手 这次本王来报仇了 吞了你这婆娘 咬死你 天狗咆哮 极为张扬 有些得意可以报仇了 虚空中 凌皇眼神阴沉 又来一个 幸好之前弄走了方平几人 否则天狗一到 都不用方平说 天狗马上会参战 果然呐 刺头还是刺头 这么多年了 这条狗也没改过 天狗再次咆哮一声 别躲啊 敢打断本王狗腿 今日打断你的腿 去看你洗澡 那是看得起你 敢驱逐本王 今天本王放话在这儿 今天你就在这儿洗 本王就在这儿看 看满意了 本王就不咬死你 凌皇原本不准备 继续现身 此刻确实有些忍不住了 他也在憋着火 之前就不舒服 现在 这种怒火 更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天狗 可恨 可恶 可杀 他在说什么 让本宫在这儿洗澡 给他看满意了为止 他在亵渎黄者 楼下三猫想了想 也开始刨坑 之前那些人刨坑 还算安全 自己也挖个坑 把自己埋了吧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跟大猫一起走好了 大哥为什么这么傻 要找死 三猫想不明白 三猫刚把自己埋入土中 虚空中 万箭启发 这一次 可没有三人了 之前三人合力 也只是 堪堪挡住了凌皇 而且都受伤不清 此刻 对上天狗一味破八 凌皇那时彻底展现出了自己的强大 无数利剑瞬间击中了天狗 火星四射 天狗痛呼一声 有些意外 怎么这么强 不应该啊 来不及多想了 天狗一口朝凌皇咬去 凌皇瞬间爆发出 破八巅峰的实力 同时一只大手呈现 规则之手 凌皇直接牵引 规则大手 瞬间落入天狗嘴巴中 他可不是方平 方平可以避开规则之力 天狗可不行 这一下子 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声传出 凌皇忽然觉得很爽 早就看这只狗不顺眼了 今日还敢亵渎自己 打死这纯狗 没道理啊 天狗惨叫一声 真的没道理啊 怎么会这么强大 自己进来之前 也没不好的预感呢 怎么了这是 难道之前自己感受到的威胁 就是这一关凌皇给自己的 天狗有些了然 也有些悲哀 怎么会到了凌皇这一关呢 早知道还不如去霸天地那一关 虐一下霸天地玩玩 真倒霉 天狗进入凌皇那一关 方平没看到 当然 他知道肯定有人进入那一关了 否则凌皇不会急着赶他们走 一声气泡破灭声传出 下一刻 方平众人进入了新的一关 方平没多看 他大概知道这一关是哪 灭 是的 按照情况 这一关应该是灭天地的关家 身边也有人一起到了 石破乱都在 苍茅和铁头也在 不过天几几人倒是有人不在了 因为有人提前闯过了灭天地这一关 比如袁刚 之前在传送的时候和方平他们传送的方向就不同 包括怀王也是 不过这俩传送走的时候 心情好像都挺不错的 总算和方平那个温神分开了 大殿 熟悉的大殿 骷髅铁头四处看了一眼 意外道 万元殿 小黑屋 苍茅也嘀咕一句 这不是小黑屋吗 灭天地的万元殿 这地方方平他们还算熟悉 方平扫了一眼 大殿和当初看到的万元殿差不多 一个个小隔间 很是幽深 灭天地要是在这儿 那也是在深处 也就是三座大殿那边 方平没急着去那边 随手将手中的小玉瓶分成了三份 说是一千五百条小鱼 灵黄又不爱吃鱼 当然不会弄成鱼的样子 只是生命力的凝聚 丢了一份给乱 一份给石破 石破的稍微少点 乱感应了一下 摸着下巴道 小子 你是不是少给老子累些 四百九十六条的小鱼分量 没错呀 方平一脸诧异 没分错呀 乱刚想说话 石破悠悠道 你想什么呢 刚刚不是给你四条鱼恢复伤势吗 你还要 乱无言一对窝了个去 方平这小子真贱 这账还记着呢 亏我以为你白送给我的 方平懒得管他 看向石破 前辈 回头我不给你一些 不灭物质和本元器 石破分得少 大概四百条的样子 方平最多六百条 这么多的分量 足够两三个人 锻造预估了 也就这地方 否则这些人 也只有破门 才能锻造预估 门后会有大量生命力涌出 石破和乱都没达到这地步 就算达到破门的地步 也未必会破碎生命之门 生命之门往往都是最后被破的门 石破也没多说 掂量着自己手中的小玉瓶 颇为感慨 胖灵那一关 换成我恐怕未完猫了就走了 哪会有其他收获 果然这些关卡还是需要多探索 就这些收获 这次哪怕一无所获 都已经超出我预期了 石破真的挺感慨的 他之前也只是感应到了这里不对 所以跟着天狗一起来了 进来的时候还没人带他 好不容易跟着一位皇者分身混进来了 现在好了 拿到了这么多生命力 他破八没问题了 锻造玉谷未必能让他破八 可绝对会让他具备破八的战力 一旦破八的时候 破的第一门是生命之门 他的战力会比寻常破一门的强者更强大 哪怕不如破二门的强者 也会迅速拉近距离 那边 乱也是挺兴奋的 这次赚大了 石破想了想 之前忘了说了 我进来的时候 和一位皇者分身一起进来的 具体是哪位 我也不是太清楚 人皇吧 之前在人皇那关我倒是遇到了 未必就是人皇 反正我觉得有些不像人皇 九皇我也曾见过不少次 感觉上有些不太像 倒是更像是东皇 反正你自己小心些就是了 方平瞳孔微缩 不是人皇 东皇 啊 我就随意一猜 这家伙弄一个分身 不是本体将领 你很难踩头他们的实力 对了 那家伙起码有破二门的实力 因为进门需要破三门 三位破一门的武者 或者一位破三门的破九强者 当时就我和那家伙一起 我虽然距离破一门不远 他那家伙带着我就进来了 说明他最少破两门 第三门恐怕也有不小的进展 此话一出乱忍不住吐槽道 这些家伙一个个弄分身进来 到底想干什么 方平 你说的那个什么 方平清咳一声打断了他的话 此地不比林皇那关 那关他是坐镇 无人可以监察什么 这里还是少说一些这些事 这么大嗓门干嘛 有事传音说 他这么说 实破也比一道 活了近万年了 一点秘密不知道保守 乱哼了一声 说得好像你不是一样 不过他觉得实破挺对自己脾气的 也没发飙 换一个人吧 他就得发飙了 二位啊 不如现在就开始尝试锻造玉谷 一个个来 其他人护发 免得被人占了便宜 二位锻造了玉谷 哪怕不再透支 也具备了破八战力了 破八 这在三界才有了真正称霸的资本 哪怕皇者分身降临也能一战 皇者不出 破八就是之高无上者 方平在这儿 提前恭喜二位了 智强者 破八 这两人在之前的破七排名中 排名也极高 一个排名第一 一个排名第五 当然 乱这个第五 其实和其他几人差距也不大 方平心中安慰了一下乱 没关系 你提前破八就行 不过破七当中 这次不少人都要破八了 乱 识破 离主 前王 乱天王被杀了 现在还有没进来的长印使 五王 以及从北皇内关离去就不见了的月灵 三界破七强者现在反而更少了 当然 可能还得加上方平和苍茫 方平忽然笑了一声 这次若是能活着出去 破八的就超过十人了 破七的没几位 破六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多一些人 战力分布不平衡 越强按理说越少 不过三界几万年的积累 也让这些人 纷纷进军到了至强者境界 乱倒是没这心思 他才不管这个 环顾一圈 想了想 小子 你先来吧 咱们破八也就是眨眼的事 先看看你小子的效果如何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次好好修炼一下 劳烦二位前辈为我护法 这地方随时都有可能有人冒出来的 而且灭天地这一关 可能还有人在 虽然没看 可这一关不会没人的 不过方平几人凑在了一起 不在乎罢了 随便谁在这儿 除非黄者本体降临 否则几人联手也不拒之 方平开始修炼 脆骨 断体 与此同时 大殿深处 封从北黄一关破关了 此刻 跪坐在地 如同学生 牧师前方石台上盘坐的一人 封的眼神略显复杂 他被称之为四地首席 可他主要还是在灭天地门下听道 石台上盘坐的正是灭 看着灭 封眼神越来越复杂 很快变得坚定 微微躬身 轻声道 师尊 封今日只想问一件事 还望师尊解惑 灭缓缓睁眼 面色冷峻 苍毛喊他大黑脸 四地当中 属他最冷 却是门人最多的一位 也是稀奇 说 灭声音冷淡 不带感情 风低着头缓缓道 西年 师尊曾说 急于一道可战皇 而今三界规则变换 却是多了三道须门 破三门才可破九 徒儿不想一直停留在破八之境 却又无法此刻破碎其他二门 风向学师尊 先破零十几道 一道破九 正破九之道 再来破肉身气血之道 还望师尊解惑 如何一力破九正道 虚门 密好像在回忆什么 臣吟片刻缓缓道 你不想走全能之道 你要明白 急道 迟迟无法正道成皇 便在于急道 急于一道 压制其他各道 你想正一道破九 原力不成 力量失衡 破九之后 反而更难不足缺险 西年 西年 霸天地 肉身太过强大 压制灵师无法进步 本座也是如此 灵师过去强大 压制肉身无法突破 倒是战 灵师不如我 肉身不如霸天地 却是相对平衡 一道之上不如五等 走得却是更快 更平稳 哎 土儿西年的也是雄心壮志 想要正道全能 想要成皇 然而万载悠悠 土儿越是修炼 越是迷茫 越是颓人 全能之道太难了 这么多年过去 土儿气血不过破六 骨骼不过九段 肉身只有七段 说着 风也是满脸苦涩 欲加悲哀 而今三界大乱将至 土儿只能放弃新年想法 想要正吉道破九 还望师尊解惑 哎 灭也是一声长叹 请生道 吉道 成也吉道 败也吉道 不过也好 吉道虽不如黄道 然而却少了几分限制 当年 战已经有望正道黄道 最终还是放弃了 也许 他是对的 这一刻 灭揭露了一个秘密 风眼神微变 战天帝当年可以正黄道了 那为何会放弃 吉道帝尊的战 气血强大无比 若是其他各项实力 也能破九 一起破道 正道黄者 那战 哪怕不是第一黄 也能在黄者当中名列前三 风陷入了沉思 灭倒是没再说这个 缓缓道 吉利于一道 刚说了几句 灭忽然看向正前方 前方有墙壁阻隔 却是无法阻挡他的视线 他好像看到了方平众人 很快 视线偏移 下一刻看到了一人 铁头 寒火 粉身 还是 吼意 灭天帝微微醋眉 嘴中继续说着 却是只有风一人可问 怕猫 总觉得有人在看我 骷髅铁头拍了拍 苍猫一脸的不安 总觉得有人在偷窥他 不还好意 苍猫趴在地上懒得理会 他不太喜欢这个地方 小黑屋 那可不是好地方 当年大黑脸还要把他 关在小黑屋里修炼 可坏了 待会儿等骗子修炼完了 让他去打死大黑脸 苍猫心中想着这些 又有些想二猫和苍猫了 二猫有吃的 三猫可以骑 这一走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看见了 想着事儿 顺便扫了一眼 方平 苍猫越看越是好奇 哎 骗子怎么开始冒烟了 方平是在冒烟 他这一次锻造玉骨 确实和别人想象中的持续锻造玉骨不同 此刻方平 没有在原有的基础上锻造玉骨 而是焚烧 是的 他在用无数不灭物质点燃焚烧自己的骨骼 当然外面看不出来 此刻的方平也有股狠劲 他在从内到外 从骨髓开始在焚烧自己 原本方平断骨已经85%了 再耗费一些时间 他就可以成就玉骨 可这一刻的方平 却是选择了重铸骨骼 他弱小的时候系统可以直接断骨 那时候的他为了加快进度 直接让系统断骨 而不是他自己辛苦去锻造骨骼 后来 为了加速骨骼淬炼度 他也一直用系统兑换的不灭物质去断骨 这一次 拿到了大量的生命力 方平忽然突发奇想 他之前想要着锻造分身 分身的事可以继续 但是本体也需要重新改造 他要重新锻造自己的骨骼 此刻的他不缺生命力 不缺能量 不缺狠劲 即将预估的他 骨骼坚韧得可怕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需要耗费巨大的力量去碎掉这些骨骼 而方平 此刻燃烧大量的不灭物质 将不灭物质当成炭火能源 燃烧自己的骨骼 不灭物质当成炭火能量的不灭物质